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有一位观众跟我们讲说 我们的方向是错的 我们要讨论什么 个人属灵成长啊 老人健康啊 如何跟别人沟通啊 个人见证啊 之类的东西 他说那个才会得到大量的点阅率 赚大钱的方法 我必须说 我从决定要开始做事工的第一天 我就没打算赚大钱了 不过今天我就来破个例 来服务一下这位观众 要讨论男女有别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新男人的新生 分明 但是 像我们有结论的 我们讨论两者说 我们我认为很多人的反正 Ben feel this 我们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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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的事 我们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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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 和我们 你转移 出现 人的人 走出现 人的人 隔下来 所以 他们在不就是 你 所以 和你 和你 十分难 C Jon and people are colder what's hard is none of this invalidates how real and raw women and people who are in marginalized groups feel about cis white men all of that's valid but i also now understand why the suicide rate is so much higher in men because this shit is lonely and i'm an emotionally mature man i know how to build friendships and it is still really really hard try to think about how you can in your small little community where you feel safe can reach out to the men in your life and just help them feel maybe seen for a moment or do do little little conversations to help their emotional maturity so that they can reach out to people and have deeper guy french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 coffee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赚的钱 送给恨你的公司 恨你的小孩 恨你的家庭 恨你的信仰 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 盡了你的钱 来支持像我们这个样子 传达正确价值观的频道 同时也加入我们 夺回彩虹的计划 现在我穿这位T-shirt 上面有彩虹旗 不是 骄傲旗哦 骄傲旗只有六个颜色 这七个颜色彩虹 是犹太教基督教一直以来 使用来代表神跟诺雅 立约的颜色 这七个颜色的光混在一起 就会成为白色的光 彩虹不是左派性解放的工具 而是神给我们永远的承诺 事实上就是 彩虹不止七个颜色 而是成千上万的颜色 启示录四章第三节的彩虹 说 红又围绕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上面好像说 神的彩虹是绿色的 那彩虹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 六个颜色的彩虹 是代表这个世界的魔鬼 绝对不可以使用 七个颜色的彩虹 则是传统基督教 天主教一直以来 使用来代表神的应许的颜色 加入我们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我们discord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 志同道合的人 不止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还有个特殊群组 会在我们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请到两位母亲 就是上次参加我们节目的 Sunny跟Lily两个homeschool达人 一起来帮助你跟你的孩子 夺归你孩子的教育权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留言 按赞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是Eit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OK 刚刚那个影片 OK 如果我一个女性的一面的话 接下来我讲的东西会很伤人 但是我没有一个女性的一面 那要知道就是刚刚这个是一个女人打了一堆荷尔蒙 然后花了一堆钱做了变性手术 把自己的外形搞得跟男人一样的这个样子 那这个世界上一直以来都只有两种性别 男人跟女人 没有所谓的变性人 不过 这边是一个女性 决定 立志 她认为她的命定 就是要成为一个男人 那 我猜大概就是这个女的 是个女同性恋 然后决定要加入男人的阵营 OK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然后 发现 当男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 她很成功 我没有看到她的肩膀 或者是整个骨骼 但是光看她的头跟脸的话 你会觉得她是一个男人 OK 她的胡子比我的茂密大概两千倍 我其实也很想留胡子 我其实想要留的跟那个斯巴达三百勇士里面那个Leonidas一样的胡子 但是 我只是会变成一个比较脏的Ethan而已 那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 就可以知道就是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外表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看起来的样子 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不会改变的 男人有男人的心 女人有女人的心 我们来一段一段的分析她说的内容 那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 当男人其实一点都不孤单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男人不需要别人特别的关注 然后不用什么事情都一起做 OK 如果今天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我好想上厕所耶 你可以陪我一起去 很抱歉 从这一刻开始 你就不是我的朋友了 我一开始到教会的时候 OK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 教会很爱搞一堆什么 男人小组 还有我还记得我刚姓祖的时候 有个弟兄 他会跟我说 就是跟我约时间 然后内容就只是 hang out 而已 OK 然后好像有什么 心灵深处的沟通的话一样 很抱歉 男人就不是这个样子的生物 男人其实是一个 他需要你 听他说话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说 不需要的时候 男人不会期待 另外一个人 或另外一个男人 特别是不熟的男人 有特别的时间 因为女人 are just so much more vulnerable and deep and men but to have known and I think a lot of trans men feel this is we knew what depth felt like before we transition we knew what it felt like to like have people want to hug us and have people want to talk to us 那那这里就是 男人跟女人很大的不同了 OK 我从来没有想要 就是别人会有 想抱我的欲望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想要试图了解我 听我哭泣 知道我内心的这个创伤 在乎我了解我 我就把经节拿出来讲好了 不然各位女人会觉得 男人都是人血动物之类的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上面讲说 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了人 就是照着神的形象 创造了他 他所造的有男有女 神造了两种性别 然后 你突然出现说 你认为你可以改变这个规定 你认为说你只要改变你的外表 你的内心就会跟着改变了 这个就不是正常的 女人有女人的需要 男人有男人的需要 女人需要别人了解 认识赞美 男人需要的 其实并不是这些 当然 这就算是 完全錯誤的地方 男人自殺很少是因為孤單而自殺 男人自殺通常都是因為什麼事業失敗 人生沒有方向 活著沒有目標 沒有意義 男人自殺 甚至是為了什麼榨取保險金之類的 為了自己的家庭可以過更好而自殺 男人自殺通常是因為活著沒有目的 所以自殺 女人自殺常常是因為孤單 沒有人了解 沒有人注意 沒有人關注 男人孤單 沒有人了解 沒有人注意 會做的事情其實更可怕 就是他會去殺其他的人 造成什麼大屠殺之類的 那這個是最大的差別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經節 耶和華神對女人說 我要大大的增加你懷胎的痛苦 你必在痛苦中生產兒女 你要戀慕你的丈夫 他卻要管轄你 這個是這兩個人吃了分別上個樹上面的果子之後發生的事情 他說我要大大的增加你懷胎的痛苦 你必在痛苦中生產兒女 這個是對女人的一個咒詛 我小孩出生的時候 我基本上沒有什麼感覺 我只感覺很開心 就是耶!我小孩了 我的太太承受了所有的痛苦 那這個是沒辦法的 這就是神的規定 然後是他這樣寫的 然後他說 你要戀慕你的丈夫 他卻要管轄你 這就是一個比較多的問題了 現在很多的女人不喜歡神設定了這個家庭的定律 為什麼男人要掌管一個家庭 很多家庭裡面的女強人 然後那個女的如果真的私底下 是不尊重那個男人 不把那個男人當成丈夫的話 那個婚姻很容易就會破碎 如果一個男人在自己的家庭裡面 不能當一個丈夫的職稱的話 那個家庭瓦解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那個家庭得到快樂的機會是非常非常低的 現在有很多女人認為說 那就不要結婚就好啦 或者是我剛剛說的就是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所以他們選擇變性 但是就算像這個女的 她已經變成一個男人的樣子了 她還是沒辦法得到快樂 變性人的自殺率是超級高的 因為他們在試圖變成一個 不是他們的本性 天性的身分 人被造的目的 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來去敬拜神 當你的生命不是敬拜神 而是要改變你生活的目的的時候 你就是不會得到快樂 因為敬拜,崇拜你自己 絕對不是一個人的命定 而一個女人的命定 絕對不可能是當一個男人 你可以改變你的穿著 可以改變你的外表 但是你沒辦法改變的就是 你是一個女人 你的骨骼 你的身材 你肩膀的寬度 你的屁股的骨骼 肌肉的密度 骨骼的密度 最重要的就是 一個女人的腦子 就是一個女人的腦子 不可能因為外表是個男人 就變成一個男人的腦子 and I'm an emotionally mature man I know how to build friendships and it is still really really hard 首先這個是很錯誤的一個理解方式 她永遠都不可能會是一個 心智成熟的男人 她的確是一個心智成熟的女人 如果一個女人在那邊哭泣 在那邊難過 我會很了解 因為她是個女人 女人在乎的 女人需要的 跟男人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如果一個男人 因為沒人陪他 沒人理他 在那邊哭的話 I'm sorry 我大概不會再跟你講話 我會覺得你很噁心 你可以去找什麼 教會那些被逼著做關懷的男人 but not me 所以她說 being a man is hard 當一個男人很困難 不是的 當一個男人其實並不困難 但是當一個好男人很困難 當一個成功的男人很困難 當一個好男人 有責任的男人 當一個有目標的男人 非常非常的難 但是當一個普通的男人 一個人自己乖乖的在那邊活一輩子 沒有什麼目標的男人 其實並不是很困難 就像一個女人當一個普通的女人 很簡單一樣 但是當一個好女人 也是非常困難的 當一個才德的婦人 是非常困難的 生小孩 協助自己的丈夫 管理好家庭 照顧小孩 還要再幫助自己的丈夫 讓他有原動力 繼續努力 這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女的很可憐 因為她接受了左派的議程 她以為只要改變了自己的外表之後 就可以改變一切了 當一個男人 就是要不斷的努力 不斷的進步 不斷的變好 你只要一停下來 馬上就全部崩潰了 OK 例如像說身材 一個女人 你只要少吃一點 看一下卡路里 女人的身材是非常美妙的 有天生的曲線 但是男人是不一樣的 神給男人的詛咒是 你必終身勞苦 你才能從地裡得吃的 地要給你長出荊棘和吉利來 你也要吃甜間的蔬菜 你必汗流滿面 才有飯吃 讓男人變好看 變得有魅力 是因為那個男人是非常努力的 非常上進的 你自己去試著做六塊雞看看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It's impossible 這些都是男人跟女人完全不同的地方 最後 我雖然覺得這個女的很可憐 但是 這個就是她自己做的決定 就算我知道她是個女的 但是 她長的那個樣子 基本上不可能會有男人 把她當成一個真正的男人來看 當一個女人把自己變成男人之後 要面對的事情就是 No one gives a about you 沒有人會在乎你 大家會給女生面子 但是 對男生來講 世界是很無情的 沒有人會幫你開門 沒有人會帶你過馬路 沒有人會在你難過的時候 給你一個擁抱 沒有人會接受你的壞脾氣 你無理取鬧的時候 沒有人會鳥你 這個就是男人 血淋淋的男人 而對男人來說 面對這些東西 一點都不困難 因為 神就是這個樣子造我們的 所以說 以為變性之後 就可以解決一切人生的問題的人 你們全部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而這個就是左派最好摧毀我們的方式 下一個新聞 我們要聽我們孩子的話 我們要聽到我們孩子的聲音 孩子們很聰明 他們什麼都知道 他們可以幫自己做決定 這個是我從小跟我媽去聽什麼教育專家 特別是從美國這邊回去 回到台灣那個什麼 愛德教育那些專家說的東西 我小時候聽這些東西覺得 喔好像好爆棒喔對不對 這個媽媽就是應該這樣做 讓我做所有的決定 長大之後 我知道我當時的想法真的很智障 我成為基督徒之後 我自己有小孩之後更是這樣認為 有小孩之後就會發現 小孩他是會傷害他自己的 他是可以吸大拇指 然後把自己的指甲吸到斷掉的 他們不會收玩具 他們不會收東西 他們只想要玩樂 他們是沒有任何紀律的 他們看到燙的東西 還會灑到自己去摸 然後燙到自己 今天說就是 孩子如果是我們社會的掌權者的話 他們就會創造出一個完全不理性 充滿暴力 弱肉強食的一個社會 他們就會創造出一個 跟加州一樣的政府 但是 當我們的在上掌權的人 就是一個充滿不理性 充滿暴力 弱肉強食 打砸搶 吸毒 墮胎 犯監營的社會的時候 我們卻可以發現 我們好像應該聽一下 我們的孩子在跟我們說什麼 特別是之前在馬省 叫做Marshall Simeon Middle School的中學 這些 displays of intolerance and homophobia are unacceptable 這個樣子的 intolerance starts in the home Parents angry at town hall over intolerance at Marshall Simons Middle School Kids were asked to wear rainbow clothes in honor of Pride Spirit Day but some organized a counter protest wearing red, white and blue or black the principal sharing a statement to families that Pride posters were ripped down stickers ripped up some students chanted USA are my pronouns and students showing Pride were intimidated it was an unruly disruption in fact that was organized ahead of time while some parents were upset others say it was overblown some of the kids threw the stickers on the ground but you know I can only speak for my daughter she just she didn't want to wear that to school it's not that she wanted to hurt anybody's feelings she says her daughter felt coerc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ide event and was offended by some of the messages like this quote from Tennessee Williams human heart cannot be straighted as curves and winds and my daughter just kinda said you know mom that's that's offensive to me yes yes it is it is yeah it is we are it is it is what it 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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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t is that it is it 事實上就是不應該出現在任何公共場所才對 因為這個旗幟代表著罪代表著邪惡代表著不感恩 而且代表著一個主義是反對真理事實跟美麗的 那奇怪的是這些這麼明顯的東西現在的老師成人教育家既然不知道 還要11歲的小孩來教他們 這是一個令人非常難過的事情 不過這代表了一件事就是未來是有希望的 我們可以看到未來正在恢復正常 因為這件事不是在什麼田納西州 在什麼德州肯達基這些基督徒佔多數的紅州發生的 發生的地點是在馬省Burlington 離波士頓這個世界左派製造機 左派聚集地只有12英里12 miles 人們已經受不了了 不只是我們這些固執的保守派而已 是就連年輕人都受不了了 不只是在紅州而是在深藍的 民主黨的重點選區 左派的大票倉的選區裡面發生的 美國或許已經沒救了 美國政府或許已經被左派的政客還有大公司搞得癱瘓了 未來會怎樣我們不知道 但是今天的發展是告訴我們 美國下一代正在起來為著美國的價值觀保守基本嘗試而抵抗 我們都知道左派他們的目的就是小孩 我們都知道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摧毀家庭 而且他們霸佔了我們的學校教育系統 我們每一個人都還記得這個非常有名的影片 這個片段說 我們的孩子是屬於我們的社區的 孩子是屬於所有人的 不是屬於父母的 不只是這個教育家 連我們的總統都說過一模一樣的話 Rebekah put a teacher's creed into words when she said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omeone else's child No such thing as someone else's child Our nation's children are all our children 我不知道這些 no ni no kolu 在想什麼 我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些人多麼的自大 多麼的自以為是 覺得別人的小孩應該要聽他們的 覺得父母沒有存在的必要 小孩應該讓國家洗腦 我們來看一下高中的老師有多麼自豪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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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要在星期六留校查看 他上面用的字是 Inappropriate 不恰當 不適當 可以想想看 到底是誰在這間教室裡面 做不適當的事情 不正當的事情 是那些小孩嗎? 因為他們沒辦法相信 這個是他們上課的內容 然後說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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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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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為什麼要給小孩看這個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 跟異性接吻 被老師看到的話 是會被留校查看的,OK 然後我媽還會被學校叫去說 你的小孩太早談戀愛了 然後現在你竟然在教室裡面 播放這些東西 這是在教導什麼東西 對所有的人來說 這應該都是非常不適當的不是嗎 然後這個老師 既然認為他有權利 逼著小孩 一定要看這些不適當的東西 而且要完全的接納 完全的接受 完全的被洗腦 這些老師以為他們是誰啊 我完全沒辦法想像 我把我的小孩送到學校 然後他們的教材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 這個就是在美國真實發生的事 我們把我們的小孩送到學校 是要他們學怎麼樣有邏輯思維 學習怎麼在一個社群裡面 有這個社交的能力 還有基本的社會道德 我沒有在講到什麼英文 數學歷史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早就沒有在教了 但是現在的小孩 就是在學被學校宗教洗腦 沒有錯 這就是最新的美國宗教 而且這個宗教已經是美國的國教了 在白宮 驕傲旗 在治中 然後兩個美國國旗在兩邊 就可以證明了一點 就是我們的政府 已經不是美國政府了 而是驕傲政府了 美國存在是要來保護驕傲政府的 他們建立了一個國教 而且逼著所有的小孩 一定要接受他們的信仰 他們要廢除家庭 廢除掉其他宗教思想 他們要重新建立這個世界的道德價值觀 現在美國的學校沒有所謂的宗教自由的存在 以下是一個更好的例子 這發生的是在加拿大 是一個穆斯林的學生 把他的老師斥責他的內容全部錄下來 我會告訴你 你去吃午餐 如果你覺得是可行的 不讓你站起來 因為你覺得有些誠意的活動 在學校 對嗎 那沒關係 因為我會展示我的意見 在公室外面 但是 所有的孩子 誰在參與 《Gate Street Alliance》 我還不知道我們在學校裡有什麼 他們在學校裡 他們在學校裡 我們在學校裡 我們在學校裡 他們在學校裡 他們在學校的誠意 在學校裡 對你的藝術 對你的藝術 在這兩種方式 如果你想要尊敬 誰你 是 如果你想要尊敬 你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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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要尊敬 給別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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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的藝術 你的藝術 你 不會 是 你 不會 你 這是一個完全沒辦法接受的 這太奇怪了 這個老師是在逼著未成年的學生 接受另類的成人的性生活 不只是接受還要被逼著慶祝 Celebrate這樣的生活方式 不然就沒有資格當加拿大人 No right to be in a Canadian 這跟上一個例子其實一樣 這是完全不適當、不恰當的 我甚至認為在公立學校裡面 災月也是不恰當的、不適當的 如果公立學校有主日的話 我也會覺得是不適當、不恰當的 你要的話 你就把你的小孩送到 以信仰為主的私立學校 公立學校就是不應該有任何宗教儀式才對 OK? 而現在的覺醒宗教 絕對不應該出現在學校裡面 你要教導什麼多元、包容、接納 這些都可以 但是你為什麼一定要逼著所有的人 一定要信你的宗教 而且這個就是在逼人接受他們的信仰 那些老師說 如果你們不接受的話 你們就要接受懲罰 特別是對於父母來說 這樣的東西 性教育、性行為、同性戀、異性戀 這些東西 很多父母應該認為說 這是私人的東西 這是私人的話題 應該是要由父母教導才對 而且是 當我認為我的小孩年齡到了 夠成熟接受這些資訊 當他們需要知道成人的世界如何運作之後 由我來教導才對 而且這同時也是對於父母的不尊重 逼著小孩一定要放棄他們父母的信仰 一定要接受他們的行為 而且還要為他們這些行為 歡慶、慶祝、讚美 不然就沒有資格當加拿大人 這個毛澤東死的時候 學校規定小孩一定要哭一樣 還有蔣介石死的時候 全台灣規定一定要哭一樣 這就是所有左派的議程運作模式 透過威脅、透過恐懼、透過挑釁 來逼你一定要接受 你一定要接受 不然你就不可以上課 你一定要接受 不然你就一定會丟掉工作 你一定要接受 不然我們就會在網路上討伐你 你一定要下跪 不然就把你丟到火坑裡面被燒死 我們知道就是 良善、美好、正直、正義的東西 是非常容易被人接受的 照道理說是不需要強迫、洗腦 就可以說服別人的 照道理說如果這些東西是真的 就是多元、接納、包容的思想的話 是不需要強制別人接受的 基督教也是一樣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神 你可以不同意聖經上面的律法 這個是你的宗教自由 你可以不去教會 你可以不看AI news 信仰自由是你的人權 你甚至可以批評基督教 這是你的言論自由的人權 神給你的自由權利 既然是神給的 那我們也尊重你的選擇 就算我們知道你的選擇是錯的 但是我們也尊重 但是現在小孩成為成人之前 小孩就是應該屬於父母的 政府沒有任何的理由來教導 小孩道德層面跟信仰層面的對錯 因為美國是一個沒有國教的國家才對 而且美國也不可能會有國教才對 但是現在美國的政府正在逼迫我們的小孩 改變他們的信仰要接受政府的信仰 不管你怎麼看我們今天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們今天的新聞 不管是一開始這個男生跟女生 這個變成這個亂七八糟這個東西 還是學校正在試圖洗腦我們的小孩 然後他們起來反抗了 這都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律法刻在我們的心裡 律法是寫在我們心裡面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當基督徒還有教會 我們是要來影響這些人的 我們是要來拯救這些人的 而且我們要用真理還有事實來告訴這些人 他們不用變成那個樣子 我們要告訴這些小孩 他們不用一定要變成 一開始這個女生的那個樣子之後 才知道男人跟女人是不同的 我們現在就可以告訴他們 我們現在就可以轉變他們的心態 讓他們知道說他們的人生當中是有命定的 教會跟父母的職責是要幫助孩子找到命定 而不是讓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們的國家可以逼迫我們 我們的政府可以逼迫我們 我們可以被逼迫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我們的家庭不可以被他們影響 我們要奪回我們孩子的教育 避免我們的孩子變得跟 一開始那個女生一樣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國情報請持續關注AI NEWS